而为了提供更便明的轻运服务 华林市公所从20号开始 实施垃圾定时定点收运事办计划 在原有12条的路线 各新增一处收运专区 每周1、2、4、5、6的下午3点40分到4点 垃圾车定点停留20分钟 而资源回收车则会依照路线收运日 来配合定点轻运 也期盼能够改善民众 无法在夜间清运垃圾的困扰 下午3点35分 华林市的垃圾车缓缓开到收运定点 等待民众来丢垃圾 这是华林市公所为了方便 无法在原定垃圾清运时间 到垃圾的民众所增加的定点收垃圾服务 从我们的华林市定点的一个 收垃圾的一个方式 总共是有12个点 大概停下来的时间大概是20分钟 每一个礼拜三个日是停收 其余的时间都是维持在12处 总共有20分钟的收垃圾的时间 主要是希望说 我们有夜间上班的民众 他们有这个需求 可能跟一些比较行动比较不方便的 我们就将垃圾停在这12处 那也希望说我们大家都能够利用这样的时间 来做丢垃圾的动作 那在这边也做一个宣导 那在这边这12处我们会 每一个月都会滚动式的检讨 那地点或者是说时间上 如果民众有一些需要跟我们说明的 哪一些需要改进的 我们都会持续的来做滚动式的改进 那在这边也希望民众可以多利用 那也可以广为的跟我们附近的邻居 那可以跟他们说明 华联市民代表会多位代表也到场关心 并且提出的建议 当然有增加一些点定点 对对对 有一些定点的部分 因为你像一些小学他们 像刚刚市长也有讲提到说小学的部分 因为它停车比较方便 那可能民众要去丢着这样垃圾 比较不会造成交通上的一些其他的疑虑 能够针对一些公务人员 他们都五点五点半才有下班 那他们在丢弃这个垃圾的时间 我会希望说在清洁队 队长这期这个方面能够再征询一下 多方的征询这个定点区域 是不是符合他们下班的时间 让他们也能够很方便 希望民众可以在丢垃圾的这个过程当中 也可以持续反映给施工所有更好的意见 那施工所在半年内的事办的期间 也会持续的进行滚动式的检讨 那我们民意代表也会努力的来推广这样子的政策 每个星期一二四五六下午的三点四十分到四点 在花莲市原本十二条路线上各设置一个收运定点 资源回收车则是比较原本的收运日期 随车抵达定点 在四点之后 垃圾车会展开原本的垃圾切运路线 不影响原本就在晚上倒垃圾的民众 但清洁队也提醒 不是三点四十分到四点的收运期间 定点处是不可以放垃圾的 违规放垃圾就会被开罚六千元 请大家共同配合守护家园清洁 协许立群华联市报道